老同学江宇打来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柳如烟家打扫卫生 顾言 孟赫尘回国了手抖了一下 垃圾散落一地 我顾不得收拾急忙按掉手机免提 听了听客厅的动静 柳如烟在听歌 我长嘘一口气 还好 还好 他应该没听到 我压低声音问江宇 他不是要在国外办婚礼吗 怎么突然回国了 江宇叹口气 他未婚妻和一个黑人搞一起了 孟赫尘当场抓奸在床 婚礼取消了 听到婚礼取消我莫名心慌 我和孟赫尘打小就是邻居 比和江宇认识的还早 他遇到这种事 我心里也挺难过 可是 孟赫尘 他是柳如烟的前男友 也是柳如烟这些年 一直拒绝我的原因 孟赫尘昨天就回来了 他没联系你吗 江宇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回 我随意回了句 梅亚伸手去捡掉落的垃圾袋 散落的垃圾里 却露出一个三只中的小纸盒 看着纸盒上的字眼 我如遭雷击 正片刻后 我麻木地把垃圾清理干净 忽然想起 昨晚柳如烟不接我的电话 只回复了我一条短信 今天我有事 你明天再来打扫卫生 晚上又给他发了许多条微信 他还是一个没回 不过 他平时也这样 总是不回我微信 也喜欢挂我电话 所以我没放在心上 可是现在 我需要一个解释 我拎着垃圾刚走到卧室门口 柳如烟的手机响了 他把怀里的小狗放下 起身去接电话 虽然他压低声音 向阳台走去 但我还是清楚地听到了 那声阿尘 我低下头 紧紧攥着手里的垃圾袋 直到一个白的小团子 跑到我脚边 扒着我的裤脚要抱抱 我才缓过神 鼻子一酸 连忙把他抱起 小狗似乎看出了我的难过 瞪着圆溜溜的眼睛 看向我 就像在安慰我一样 小狗叫兔兔 是我向柳如烟表白是买的 几个月前 孟赫尘向我们分享了 他和混血女友的订婚视频 我以为他和柳如烟 彻底没了可能 于是我买了这只小狗 向柳如烟表白 是他一直喜欢的 小体马尔基斯 果然 柳如烟很开心 见到小狗后 就搂在怀里不撒手 说他小小一团 又白又可爱 像只小兔子 当场给他取名叫兔兔 那是他在我面前 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这给了我足够的勇气 于是我轻轻嗓子 准备向他表白 可是柳如烟 就像察觉到什么似的 连忙举起兔兔打断我 顾言 以后要做的事就更多了 终点工还那么贵 我该怎么办呀 好想有一个人帮帮我呀 就这样 我收下了柳如烟家的备用钥匙 答应替他打扫卫生 和照顾兔兔 而表白的是 到现在也没找到 合适的机会再提起 但我相信 柳如烟对我和对其他人 是不同的 毕竟 他连家里的钥匙都给了我 柳如烟讲电话时的娇称 让我有些恍惚 这是在我面前 从未有过的样子 当初他和孟赫尘恋爱的时候 我最多算他的大学同学 虽然我更早喜欢他 再后来 孟赫尘劈腿 他们分手 当时孟赫尘还对我说 顾言 我早知道你喜欢他 现在机会来了 我把柳如烟让给你了 你好好把握 那段时间柳如烟很伤心 他总是去酒吧买醉 我不放心 每次都陪着他 等他喝高兴了再送他回家 也许 人脆弱的时候 真的更容易感动吧 就这样 我俩的关系渐渐亲密起来 柳如烟挂断电话 转身看到我时愣了下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他就下了逐客令 顾言 垃圾收好了 你就先回去吧 我等会还有事 他理所当然的样子 就像一盆冷水迎面泼来 我从头到脚 被淋了得透心凉 我攥紧拳头 努力不让自己颤抖 顾言 你该醒一醒了 如今孟赫尘回来了 我和柳如烟就回到了原点 也许 这几个月的柔情 全都是我的错觉 我去玄关处换鞋 准备离开时 门外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 我转头就看到 看着我似乎眼里还有些许怜悯 我心里涌起一阵愤怒 很想一拳打过去 是兔兔的叫声让我理智回笼 孟赫尘连忙向我解释 他说自己回来的匆忙 没定到酒店 就临时在柳如烟家借助了一宿 本来想联系我的 但我换了新号码 我听着满是漏洞的谎话 连敷衍都觉得多余 麻烦让让说着我抬脚向外走 路过孟赫尘身边 看到他手上和我一模一样的钥匙 心还是抽筒了一下 原来就连钥匙我也从来不是唯一 我麻木地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 掏出兜里的钥匙 放到门边的柜子上 兔兔看到我回来 打打打跑过来 平时大多是我照顾他 所以他比较亲我 我有些心酸 以后再见兔兔 怕是不容易了 我弯下腰摸摸他的头 在心里默默向他道别 对不起呀小家伙 把你领回来 却不能陪着你了柳如烟 忙着关心孟赫尘 一个眼神都没分给我 那温柔潜泉的嗓音 就算是我们最暧昧的时候 我也从未听过 我顿了顿 收回放在兔兔身上的手 多余的人 多留一秒钟 都是在招人闲 我正准备带上门 柳如烟喊了声 顾言我的身体条件反射般 停下脚步 心跳不可遏制的快了几拍 兔兔是你买的 你把他带走吧 我回过头呆呆地看着柳如烟 兔兔也养着小脑袋看他 一时间有些过分安静 我有些弄不清是他善变 还是他从未变过 还记得半年前我和柳如烟去旅行 他点了好几份生烟 然后又不敢吃了 只尝了一个虾 吃了半只蟹就放下了 我不舍得浪费 就全吃光了 结果上吐下蟹 差点丢了半条命 在医院柳如烟抱着我嚎啕大哭 他说如果我有什么三肠两短 他也不活了 我还清楚记得那些落在我身上的眼泪 温度是那么滚烫 如今 孟赫诚刚回来 他就迫不及待要和我划清界限了 顾言 不好意思啊 孟赫诚说着走到我跟前 举起胳膊给我看 上面有些红色的小疹子 我对狗毛有点过敏 现在又不太想回家 你知道的 我在这边人生地不熟 可能要在如烟这住一段时间 所以 他一脸歉意地向我解释 还说等他走了 柳如烟会把兔兔接回来 不会麻烦我太久 我忽然觉得有些可笑 他总是这样 总是对我说抱歉 总是做出一副小心翼翼 维护我自尊心的样子 小时候因为成绩好 所以我总是被交口称赞的那个 不过后来这些都变了 孟赫诚他爸下海做生意发达了 被称赞和恭维的人就变成了他 后来我们都上了大学 同一个城市 却不同学校 那天孟赫诚和从外地来玩的江羽 一起来找我 还开玩笑说 瞻仰一下学霸的校园 就这样他遇到了柳如烟 当时我和柳如烟 被分在一个小组 因此比较熟悉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和孟赫诚开始有了交集 直到孟赫诚拿着玫瑰 出现在我们学校食堂 跪地向柳如烟表白 从那之后孟赫诚经常来我们学校找柳如烟 还总喜欢叫上我 因为喜欢柳如烟 所以他每次叫我一起 我都拒绝 但总有拒绝不了的时候 比如柳如烟过生日 那次是他们在一起后柳如烟的第一个生日 当时孟赫诚要给柳如烟办生日派对 非拉上我一起 说没有没人在场 这个生日派对是不完整的 派对的布置是粉色的 餐厅也很高级很浪漫 就连端上来的蛋糕都是粉色的 上面还点制着红红的小果子水果 口感像冰淇淋一样 酸酸甜甜很好吃 我认真地品尝每道食物和每口蛋糕 似乎这样就顾不上难过了 可是蛋糕刚吃完 我嗓子就开始发痒 很快眼睛 皮肤都开始痒了起来 胃疼得直不起身 感觉嗓子都肿了 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大家被我吓到 手忙脚乱送我到医院 生日派对就这样被我脚乱了 医生问我过敏历史 我说桃 我一碰到桃就开始皮肤发痒 可是当天并没有任何桃出现 孟赫尘脸色大变 对医生说 我们吃的蛋糕叫覆盆子 白桃香槟慕斯 他为医生 不会是蛋糕有问题吧 他不停地道歉 不停地向我解释 说订蛋糕的时候 只记得选粉色 当时店员强烈推荐这款 说这是法国甜品大师的作品 味道很好 他就选了 他说自己真该死 应该问下配料表 他带来的朋友在一旁帮腔 都说老婆饼里没老婆 谁知道他们做蛋糕的 起个名字还真用了 现在这季节也不产逃啊 柳如烟都气哭了 说我一个大男人还过敏 矫情死了 好好的生日被我搞砸了 还进了医院 真是晦气 为此我愧疚了很长时间 每次看到柳如烟 都觉得有些抬不起头 现在我知道了 有错的不是过敏 而是我这个人 我压下内心的酸涩 竟无收拾兔兔的东西 打包好后 我弯腰抱起 跟在我脚边的兔兔就走 路过柳如烟的时候 我没再分给他一个眼神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停下脚步对他说 垃圾我就不带了 你抽空丢一下吧 可能我蠢的老天都看不下去 刚出门就下起了暴雨 这下是真的透心凉了 给自己和兔兔都洗过澡后 我抱着他窝在床上 还好你个子小 我能把你藏在怀里 我住的地方又紧 不然你这小家伙非生病不可 说着说着我忽然想到 我现在住的房子 是柳如烟侄女的 和柳如烟的房子 就隔了一条街 她侄女说 要我替她看好房子 打理好花园 所以房租给我优惠了不少 再继续住下去 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掏出手机搜索房源 翻看了一会儿 觉得眼睛又酸又痛 迷迷糊糊抱着兔兔睡着了 梦里感觉有人进屋喊我名字 我随便应了一下 过一会又感觉有个冰凉的东西 压到我额头上 还喝了杯苦水 我迷迷糊糊 感觉有个人走来走去 眼皮却沉得抬不起来 一整晚都没消停 不停地在做梦 早上被推醒后 看着眼前的人 我有片刻恍惚 正愣一下才想起 面前站的是我的房东 刘晓晓 我猛地弹起来 房东好 早上好 您怎么回来了 额头上的退热贴 巴搭一下掉了 刘晓晓伸手就要摸我 我连忙钻紧被子 偏向一旁 才躲过他的魔爪 七 伸手挺敏捷啊 看样子是退烧了 既然还能喘气 就赶快爬起来 粥都熬好了 起来吃饭 刘晓晓没好气地说道 我下意识点点头 隐约想起 昨晚半睡半醒间 好像有个人在照顾我 嘴巴里还残留着药的苦味 我不由得脸热 不过是淋了长雨 就病了 真是太丢脸了 哦 对了 我忘了提前通知你 最近我都在这住 希望没打扰你哦 刘晓晓说完 直接转身出门 明明是他的房子 生怕我不同意似的 我甩甩头 把这诡异的感觉 从脑子里甩出去 管他呢 反正我就要搬走了 也住不了几天 从胡思乱响里回过神后 我觉得好像少点什么 兔兔 兔兔不见了 我手忙脚乱套上衣服 跑到客厅 还没开口问 就看到兔兔趴在 刘晓晓卫衣帽子里 只露出半个小脑袋 眯着眼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我长出一口气 它太小了 我是真怕一个看不见 它就跑丢了 闻着屋里食物的香气 我忽然就饿了 砂锅里的水汽 萦绕在刘晓晓周围 就像给他加了一层柔弓滤镜 我不自觉放弃了动作 刘晓晓就像知道 我在后面一样 头也不回地问我 平时我都是去柳如烟那里 给他煮饭 我这里确实东西不多 我忙不迭点头 可以可以 葱花香菜要吗 刘晓晓熟忍的 像个早餐店老板 要的要的 我都可以说实话 我有些受宠若惊 眼前的一切 充满了不真实感 还站着干嘛 粥好了 过来端啊 我下意识跑过去 端起粥放到餐桌 咽下第一口粥 那种从喉咙到位的温暖感 让我差点哭出来 明明是牛肉粥 我却喝出了甜丝丝的感觉 我忍着泪点头 好喝 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粥 刘晓晓灿然一笑 世界仿佛都明亮起来 晃得我连忙低下头 不敢再看 我和刘晓晓 其实没见过几次 第一次见她 还是柳如烟生日 我出丑那回 她是那天唯一替我说话的人 与柳如烟 总是温温柔柔的样子不同 刘晓晓给我的印象 一直都是枪口小辣椒 我现在还记得她掐着腰 瞪着云溜溜的大眼睛 在医院斥责孟赫晓的样子 还说这是你发小呢 我看是你仇人吧 明知道人家对陶过敏 还买带陶的甜品 严重过敏会有什么后果 都不知道吗 真是个酒漏鱼 难怪会读野鸡大学 当时孟赫晓被她骂得脸色涨红 我觉得 这也是她毕业后 非要去国外读经的原因之一 想起孟赫晓当时的样子 我竟然觉得有些痛快 没忍住就笑出了声 对上刘晓晓疑护的眼神 我真诚地说了句谢谢 她嫌弃地皮我一眼嘟囔一句 神经病但是她却红了脸 一道铃声突兀的响起 打破了暧昧的气氛 我慌忙抓起手机 按了接听键 你和柳如燕分手了 是江宇 不知道为什么 在刘晓晓面前听到柳如燕的名字 我莫名觉得心虚 但是 分手这个词 我着实配不上 毕竟 柳如燕从没答应过做女朋友 又何来分手呢 看我沉默 江宇叹了口气 我觉得这分了挺好 我一见你在她面前 卑躬屈膝的样子就来气 你又不见她什么 天天跟伺候慈禧太后一样 犯得着吗 不是说不该照顾女朋友 那也要有个度啊 柳如燕单方面 享受着你对她的照顾 这些年为你做过什么吗 孟克成一回来 就着急忙慌秀恩爱 把你的脸往哪个 她就是个好赖不分的货 顾言 你听我一句劝 那五不热的石头 咱就不要了 这次彻底跟她断了吧 别再遭见自己了 江宇的话 让我莫名心酸 心里像堵了团棉花 闷闷的透不过气 我受敛情绪扯出一抹笑 我知道 放心 不会再犯傻了 挂完电话 我打开微信 柳如燕像往常一样 没有给我发任何消息 我随手翻了下聊天记录 几乎全是我的自言自语 我自嘲一笑 点进了她的朋友圈 最新的一条 配图是她系着围裙 做早餐的照片 有她在橱柜前温柔一笑的 也有她捧着三明治的 当然 还有早餐桌上 她与孟赫尘相识一笑的合影 配文是 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人 我被这一幕刺痛了 慌忙退出柳如燕的朋友圈 视线落在对话框 想说些什么 又不知道自己能说些什么 毕竟 无论给谁做早餐 都是她的自由 不是我一个毫无身份的人 能随意指摘的 突然 对话框显示对方正在输入 我心里一紧 死死盯着手机 你有些东西落我这了 尽快拿走 不然我就扔了 这一刻 凉透心扉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丑 事到如今 还对她抱有期待 我颤抖着手 准备回复些什么 却被一块玉米打断 是刘晓晓递给我的 她娇声呵斥我 专心吃饭 不许玩手机 我条件反射般 一手放下手机 一手接过玉米 刘晓晓满意的点头 这才官马连有些发热 我闷肯一口玉米告诫自己 不许多想 那可是柳如燕的侄女 虽然她俩只差了一岁 你晚上几点回来 带点酱香鸭和我片呗 我都好久没吃了 我傻傻的看着刘晓晓 一时没反应过来 刘晓晓眼睛一瞪 我瞬间回魂 好好好 晚上我带回来 刘晓晓这才笑出声 没办法 还没找到新的落脚点 暂时不能得罪现房东啊 下班后 我去找约好的中介看房 看了好几个都不太满意 眼看天都要黑了 只好改天再约 谁知道刘晓晓要吃的 那家酱香鸭生意这么好 拍了好久的队才买到手 回去的路上又遇上堵车 我心里着急 想给刘晓晓说声先吃饭 别等我了 这才发现我俩连电话微信都没有 每月的房租柳如烟 都是让我转给他带脚 我只好祈求别堵太久 没想到 在小区附近的小路上 会碰到孟赫晓和柳如烟 他们手牵手压马路 不知道孟赫晓说了什么 柳如烟笑得前仰后合 路边昏黄的灯光 拉长了他们的身影 整个场景美好无比 这一刻仿佛没有任何烦恼 能打扰他们 我钻紧方向盘 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远 就像看着我爱了七年的人 一步步离开了我的世界 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 碎成了一片片 刺耳的喇叭声把我惊醒 我慌张又狼狈地踩下油门 鱼柳如烟背道而驰 我看看手机 9点20 刚打开门 刘晓晓就伸着脑袋朝我看来 顾言 你终于回来了 他一阵风势地跑过来 接走了我手里的东西 好香啊 赶快洗手 我去盛饭 等你等了好久 我都饿死了 他穿着草莓图案的家居服 一蹦一跳跑向厨房 熟人又轻松的模样让我一愣 我看着桌上的汤和菜有些迟疑 你一直在等我 对啊 说好要一起吃饭的 当然要等你回来啊 刘晓晓说着 把最后一个热好的菜端上桌 别愣了 快吃吧 他把满满一碗饭放到我面前 自己则抓起酱香鸭啃了起来 他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给我也看饿了 一碗饭下肚 似乎心都平静了 原来 破碎的心只要一点点关怀 就会有重新拼凑好的勇气啊 这一刻 我对刘晓晓充满感激 可是 刘晓晓洗完澡后 却喊我给他吹头发 不等我拒绝 吹风机就已经塞我手里了 想到今天让他等到这么晚 我只好任命上岗 吹头发的时候 我不小心碰到他的耳朵 刘晓晓泛红的耳间 让我心跳加速 我试图保持镇定 可手却不听使唤的颤抖 头发吹干后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接下来的几天 都是工作日 我只能利用下班时间去找中介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房子 早点搬出去 不管我回家多晚 刘晓晓都会等我 这让我有些惶恐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 难不成因为聊聊几次的见面 可是我们话都没说过几句 而且 我每次似乎都很狼狈 更何况 他还是刘如烟的侄女 这天终于有套还不错的房子 离宫私禁 大小合适 还带车位 因为时间有点晚了 我给中介付了定金 约好周末去签合同 回家后 我告诉了刘晓晓 当晚吃饭时 气氛有些沉默 吃完饭 我想着切点水果 缓解下气氛 因为有点走神 把手割破了 我还以为刘晓晓生气不理我了 谁知道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他拉着我冲起伤口 又去找药箱 我让他别忙了 这么小的口子 一会都要愈合了 他没好气地瞪我一眼 坚持给我涂抹皮若腥 明明药膏是凉的 他的手也是凉的 我整个人却烫得不行 就在刘晓晓低下头 贴窗可贴的时候 门外却传来密码锁开门的声音 我俩抬起头 柳如烟刚好打开门 看到柳如烟脸色不善地盯着我 我才想起刘晓晓还握着我的手呢 我连忙把手抽回去 柳如烟黑了脸 我看着他难看的脸色 有些拿不准他的情绪 他这是生气了吗 我有些失神 突然 刘晓晓拉过我的手 娇称地说 你躲什么 还没贴好呢 我尴尬地看了眼柳如烟 他脸色更黑了 刘晓晓就像没事人一样 丝毫不受影响 他还笑嘻嘻地对柳如烟说 老姑 你站那干嘛 坐啊 柳如烟冷着脸问道 你回家怎么不告诉我 刘晓晓朝他翻个白眼 我回自己家 为什么告诉你 柳如烟气得胀红了脸 他踩着高跟鞋走到我面前 把手里拎的东西甩给我 我的消息你怎么不回 我愣了愣才想起 好像上次柳如烟是有发消息给我 让我回去拿忘带的东西 刘晓晓在吃饭 他不让我玩手机 我就没来的机会 这几天我又要上班 又要找房子 还要照顾兔兔 刘晓晓还每天给我安排任务 今天买呀明天买了 我忙得团团转 我似乎 已经好几天没主动联系过柳如烟了 好像就把这事给忘了 想到这我只好说 抱歉 我忘了话音刚落 刘晓晓扑斥一笑 我转头看他 刘晓晓起身摆手 抱歉抱歉 你们聊 我去切点水果 说着就向厨房溜去 嘴角高高扬起 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 柳如烟冷冷地看向我 指着那包东西 你的东西都在那了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项圈丢给我 兔兔的项圈 你忘带了我垂下眼 看向手里没粉色的皮质项圈 上面还挂着一个银质的小牌 写着兔兔的拼音 这是我和柳如烟一起去手工店做的 他做了项圈 我做了银牌 我不知道这算是谁的物品 所以没带走 我抬头看向柳如烟 还有事吗 停晚了柳如烟沉默了 我有些弄不太懂 他看向我的眼神 他在窝里睡觉的兔兔 听到了柳如烟声音醒了 边叫边朝他跑去 围着他呜呜叫着要抱抱 柳如烟抱起兔兔 顺势坐在沙发上 他抱着兔兔轻了又轻 又把兔兔搂在怀里揉了又揉 还从我手里夺走项圈 他一边给兔兔带项圈 一边云淡风轻地说道 兔兔宝贝还记得妈妈呢 有时候啊 狗比人可强多了 好像在骂我 又好像只是随便说说 我笑了笑 你来这找我 孟赫尘知道吗 柳如烟沉默了 半赏才说道 我去哪去找谁 关他什么事 忽然柳如烟笑了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笑着说道 顾炎 你是吃醋了吗 你这么久都不联系我 是因为孟赫尘 我无奈地看他一眼 结果他却把兔兔放到一边 要来拉我的手 我连忙躲开 柳如烟生气地看着我 顾炎 你能不能大度点 阿诚他遇到那种事 很受打击的 我只是看他可怜 才让他在我纳住一阵散散心 仅此而已 柳如烟的话 我觉得很可笑 哦 散散心 怎么散的 在床上散吗 我想我此刻的笑容 一定很恶劣 柳如烟脸上血色进退 白得像鬼 紧紧抓着怀里的兔兔 被他抓疼的兔兔嗷嗷直叫 柳小小放下果盘 一把抢走兔兔 柳如烟 你发什么疯 大晚上带我这不走 你在欺负兔兔我不客气了 你就比我大一岁 别在我这白长辈的谱 柳如烟捂着脸哭了起来 他哭着说 和孟赫尘只是意外 那晚孟赫尘突然找到他 待了许多酒 他看孟赫尘可怜 就陪他喝了几杯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柳如烟 狼狈地回到卧室 把自己埋进被子里 我努力平复情绪 可是一点都没用 脑子里全是柳如烟哭泣的样子 咚咚咚敲门声 打断我的思绪 是刘晓晓 他举着一瓶威士忌晃了晃 要来点吗 我爸的珍藏偶 看着他手里的酒 我心里莫的一颤 视线一时不知往哪放 可是刘晓晓堵着门 不容我拒绝 我无奈说道 进来吧 最近我有些失眠 刘晓晓买了牛奶 这两天都会热一杯给我 他说喝热牛奶助眠 今天却拿了酒过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 总觉得今天的刘晓晓和以往不同 刘晓晓到了杯酒 小心翼抿了一口 然后小脸皱巴巴的把酒递给了我 一脸嫌弃的说 不好喝 给你了 我要喝甜酒 心跳似乎漏了一拍 我迟疑了下 还是接过了他喝过的酒 刘晓晓笑眯了眼 哒哒哒跑了出去 没一会儿他抱着瓶起泡酒回来了 我喝这个可以吗 我点点头 我忽然想起 找到房子的事还没对他讲 于是举起酒杯对刘晓晓说 我找好房子了 这两天就可以搬了 感谢你最近对我的照顾 我敬你一杯 刘晓晓猛的看向我 却没有举起酒杯 我紧张地捏了捏杯子 不知如何是好 正想着说点什么 好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刘晓晓率先开口了 好啊 需要帮你收东西吗 确定好那天班和我说 我陪你去 他举起杯子和我碰了碰 为你开始新生活干杯 还不等我说话 他就把酒喝得一干二净 然后一杯接一杯 仿佛喝不够一样 小小我起身夺走他手里的酒杯 却在下一秒被刘晓晓拉住了手 他拉着我的手站了起来 另一只手却扶上我的腰 从背后紧紧抱着我 好闻的橙花香味 混合着淡淡酒香营绕在鼻尖 不用想我也知道 我的脸肯定红透了 我僵硬着身体不敢贴近 刘晓晓趴在我怀里 呢难开口 顾言 以后喜欢我好不好 我颤抖着声音说 可不可以考虑一下 我知道刘晓晓很好 他会等我吃晚饭 还替我照顾兔兔 我加班的时候 他还会给我留灯 他很细心 只是遇到我半夜起来喝水 就知道我睡眠不好 第二天睡觉前 他给我热了一杯牛奶 他的温柔体贴 让我无法拒绝 也不想拒绝 这么多年 我在柳如烟身边 都是习惯了委屈自己 讨他欢心 我卑微地揣摩他的喜好 他的心情 他不开心的时候 我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 他从不会照顾 我的喜好和心情 甚至都不会关注我 正因如此 现在这一切 让我觉得不真实 我不觉得自己 会有这样的好运 我配不上这样的好女孩 刘晓晓眼里的失望 一闪而逝 随即拍拍胸口笑着说道 还好 还好 没有直接拒绝我 我忽然有点愧疚 刚想说点什么 门被推开了 你俩做什么呢 柳如烟颤抖着手指着我 顾炎 你要不要脸 刘晓晓是我侄女 柳如烟怎么没走 我看了看刘晓晓 他小声说道 他带着不走 我也没办法 又不是住不下 柳如烟吼道 我问你呢 顾炎 回答我 他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 不想和他解释 我闭上嘴继续沉默 可是柳如烟不依不饶 拉着我的衣服质问我 顾炎 你是不是心虚了 没力气和他吵架 我对刘晓晓说 我们出去吧 我想去外面透透气 刘晓晓开心的点点头 顶着大大的笑脸 对刘如烟说 老姑 你让让 别挡着我们出去 刘如烟气急败坏地 盯着刘晓晓 咬牙切实地说道 刘晓晓 你就那么缺男人吗 我的男人你都抢 说 你俩肩赢妇 是不是早就勾搭到一起了 他脆声声的巴掌声 在房间回荡 柳如烟猝不及防 接接是使挨了一巴掌 回过神后 伸手就要打刘晓晓 我赶忙挡在刘晓晓身前拦住 柳如烟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眼里全是伤心与失望 委屈的泪水顺着脸庞滑下来 如果是从前 看到他这样 我一定十分心疼自责 恨不得替他承受所有痛苦 现在我却平静地出奇 柳如烟 我不懂你为什么生气 就算我和晓晓真有什么 你也没资格说什么 我顿了顿接着说道 我们只是朋友 这是你说的 你不会忘了吧 柳如烟亮呛着后退了两步 脸色煞白 柳如烟 我从来不是你的什么人 你也从来没承认过我们的关系 所以 请收回你刚刚讲的话 说完 我拉着刘晓晓走 柳如烟一把攥着刘晓晓 他定定地看着刘晓晓 你早就对顾延有想法了吧 刘晓晓朝他奄然一笑 怎么 有人抢了 老姑又想珍惜了 柳如烟气得满脸通红 显然刘晓晓的话 让他恼羞沉默 他冷哼一声 甩开刘晓晓的胳膊扬长而去 柳如烟走后 刘晓晓松开我的手 跑回自己房间 第二天 莫名其妙开始不搭理我 我不知道那里惹他不开心了 只好先打包行李 我把电脑衣服日用品全部收好 拎到客厅 准备去新租的房子 准备出门的时候 刘晓晓喊住我 递给我一个医药箱 又爱过敏又爱生病 还总是搁到手 带着吧 总能用到我有些尴尬的接过来 刚想说点什么 电话响了 看到是租房的中介 我连忙问了接听 不好意思啊哥 上任租客临时有点事 房子还没腾出来 您看晚几天行不行 电话里中介小哥不停道歉 刘晓晓戳戳我故意大声说道 顾言你是没地方住吗 就几天而已 干嘛为难人家 我 就这样 搬家暂停 刘晓晓使坏完一六言跑了 我把东西放好去找他 电脑屏幕亮着 但是书房没人 我瞥了眼电脑桌面 觉得照片上的两个小孩 特别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刚好刘晓晓端着咖啡过来 看我盯着他的电脑屏幕 伸手把电脑合上 他娇成了呵斥我 看什么看 偷窥狂我 看着他紧张又害羞的样子 我忽然想到什么 刘晓晓 照片上是谁 干嘛告诉你 刘晓晓瞪我一眼 连忙侧头避开我的视线 我目光灼灼地看向他 咱俩的照片 凭什么不告诉我 刘晓晓的脸疼一下红了 但是眉眼间都是愉悦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凑过来对我说 顾炎哥哥你终于想起人家了 我觉得自己像被火烧一样 半天才找回声音 我 那个 嗯 刘晓晓冲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大概是忍受不了我的蠢样网 他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照片上的两个小孩 就是我和刘晓晓 那是我们爸妈 带我们去公园玩的时候拍的 我爸和他爸是战友 关系一直很铁 后来他爸去外地做生意 离开老家后 两家联系就少了 前段时间我爸和他爸战友聚会 又见上面了 我和刘晓晓都没对象 于是他俩一拍即合 就要给我俩相亲 毕竟我是男生 我爸比较主动 发了我的照片给他爸 让刘晓晓先过目一下 瞧不瞧得上 刘晓晓说到这唇角弯了弯 我一看是你 就直接决绝了 虽然我对你印象很好 小时候咱俩一起玩 只要是我喜欢的 你都让给我 有好吃的你总是不舍得吃 说要留给小小妹妹 我也想起来了 那时候我妈还故意取消我 说白养我了 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小小妹妹 刘晓晓又说道 现在大家对待感情 真的很浮躁 像你这样的傻子 还真没几个 不过你满心满眼 都是我老姑 他调侃地看向我 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连忙转移话题 那你后来怎么又改主意了 七 我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 你不要乱讲话好吗 我只是看你可怜刘晓晓说道 原来孟赫晓回来的时候 是柳如烟亲自去机场接的他 还在朋友圈发了动态 只是他屏蔽了我 刘晓晓看到朋友圈 问他怎么回事 柳如烟就全告诉他了 我沉默片刻 忽然想到 晓晓 那你这次回来 不是有事 是因为我 对吗 我虽然是在问他 但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刘晓晓羞的不敢抬头看我 我看着害羞的晓晓 心里砰砰直跳 似乎有什么东西 要破土而出一般 刘晓晓突然扑到我怀里 我被橙花的香味撞了满怀 顾炎哥哥 不要走了好吗 我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样 浑身酥麻 心跳得快蹦出来了 我无错的想说些什么 手机却响了 是孟赫晓 暧昧的气氛戛然而止 孟赫晓态度很差 他问我对柳如烟做了什么 他说柳如烟那天回去后很颓废 饭也不吃 班也不上 昨天把自己关屋里喝了许多酒 现在胃疼的打滚 都不愿意吃药 只是喊着我的名字 拾尽哭 孟赫晓恶狠的说 顾炎 要是如烟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饶路了你 我看向刘晓晓 别着急 我陪你一起去 我俩到柳如烟家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哭闹 你俩好好聊聊 我去给老顾倒水吃药 柳晓晓说完去厨房倒水 留下我和柳如烟在屋里 他看起来很憔悴 因为疼痛出了许多汗 头发乱糟糟的贴在脸上 显得他越发狼狈 柳如烟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无力的看向他 不明白他脑子里都装的什么东西 对不起 顾炎 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柳如烟可怜巴巴的看向我 我总是给你添麻烦 总是要你照顾我 你讨厌我也是应该的 我打断他的话 你知道我不会因为这些讨厌你的 我们走到这一步 到底是为什么你很清楚 现在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懂吗 我一字一句告诉他 身体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不想珍惜那随便你 如果你是想用这种方式 让我变回以前的顾炎 那绝不可能我转身就走 顾炎 你就一点不关心我了吗 我叹口气 转身 孟赫晨很担心你 柳如烟直直地望着我 眼泪瞬间涌出 顾炎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为我一直放不下孟赫晨 我以为我还爱他 但不是这样的 你没理我那几天我才知道 我早就爱上你了 我现在爱的人是你 是你顾炎 他低头戳气 我只是不甘心 我对孟赫晨 只是不甘心 陪在你身边的一直都是你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他抬起头 哽咽地对我说 我爱你 顾炎 我很确定 我爱你 我也爱你 但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淡淡地看着他的眼睛 平静地告诉他 柳如烟我等得太久了 已经久到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说完我走出房门 只是没想到孟赫晨会站在门口偷听 他紧握拳头 脸色轻子 看向我的眼神满满都是恨意 看来 我和柳如烟的谈话 他都听见了 顾炎 你又赢了 小时候你就总是赢 现在还是这样 你 一定很得意吧 我无语地看向他 那天柳如烟哭着回来后 就找了酒喝 不管我怎么劝 他都不听 后来他喝醉了 我想扶他上床休息 他一把推开我孟赫晨双眼通红 对我怒目而视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我是垃圾 说我是强奸犯 他说我趁他喝醉侮辱了他的清白 说我毁了他 毁了他一辈子 他让我滚出国 说我活该被人甩 孟赫晨猛地吹墙 你知道吗 他看我的眼神 全是厌恶 没有一丝爱意 他恨我 他真的恨我 我太失败了 他们都不要我了 后来 柳如烟把孟赫晨赶出去了 他也没有再来找我 因为住得很近 偶尔还是会碰到 至于是巧合还是故意 我都不想再深究了 我把看好的房子退了 没要定金 算是给中介的补偿 刘晓晓很开心 到晚给我争了一只奥龙 还说要奖励我一个神秘礼物 我承认 坐到直升机上准备跳伞的时候 才知道是我想歪了 只是没想到 这丫头路子那么野 竟然有跳伞症 我们没用教练 我的人生第一次跳伞 是刘晓晓在后面抱着我跳下来的 当我克服恐惧 睁开眼那一刻 瞬间明白了刘晓晓这份礼物的意义 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也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没有惊吓 只有惊喜 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宁静 那些我以为很重的事 我以为永远都不会放下的执念 都随着跳下的嘶吼 和眼前的仙境烟消云散 此时此刻 烙印在我脑海里的 只有刘晓晓温暖的怀抱 鼓励的笑脸和这广阔的天地 我们平安降落 卸下装备后 我紧紧抱着刘晓晓 做我女朋友好吗 刘晓晓好看的大眼睛 湿漉漉的看着我 考虑清楚了 我语气肯定 考虑清楚了 她垂下眼眸说道 那 你和我老姑 我联邦表忠心 我保证 以后一定不会和她有任何联系 随时接受监督 手机密码微信密码 全都给你刘晓晓扑一笑 你紧张什么 我是说 你以后也要叫她老姑了 啊 我愣了 行吧 这都是命 全文完 人你以后 都复杂晓 你看 尷尬 感谢观看